早安 醒了嗎? 你知不知道今天天氣多清 剛才的日出多漂亮 不過你睡著就沒得看了 整天看得這麼開心 你不用叫我來陪你 我不是叫你來陪我 是我真的很想帶你來看 這裡看日出是很漂亮的 那你又不叫醒我? 我剛才看你睡得這麼軟 我不忍心叫醒你 先生氣,然後攝影 阿欣,是我不對,那我先送你回去 我現在馬上過來 幹什麼? 不用送我回家,送我來回夜總會 不過昨天火燭 好,你看 慢慢來 謝謝 好 暗火場的情況 起火源點應該是消費程度最高 就是這裡 丁丁,拿些雌碟過來 是 你看 是嗎? 很小磁力 磁鐵應該是黏在雪櫃上的 當溫度到攝氏五百度 就會到達一個所謂的距離點 會產生燒程序 所以磁石會沒有吸引 所以雪櫃也掉下來 沒錯,還有,你們看看燈膽 燈膽燒得變形 這種燈膽要有攝氏五百度 或以上的溫度才會軟化 而發漲的方向 就會向著最高溫的地方 就是這裡 沒錯,所以我們認為 這裡就是起火的原點 這裡應該是膠箱之旅的東西 副經理 是 那些膠箱裡面裝了什麼? 裝一些舊人士,幾個珠儀之旅的東西 這麼巧?我昨天問你 你說不知道房間在哪裡 你今天就燒了? 大哥,你以為我真的想這麼巧? 現在是燒東西 貨單、公卡,全部都燒光 你…你真是的 那你還可以,你煩小藥 不用找些資料給我們 那也是的 阿Man,起火的原因是什麼? 那裡沒有電製位 也沒有電性的鋪設 應該不會有漏電 或者電線斷路以外而引起火警 我們在現場也找不到煙頭之類的東西 也排除了可能是有人吃煙 不小心留下火種 那就是有人衝耳中火 沒錯 Madam,老闆神神 你真的要勞力幫我拐那個人出來 大哥,我們是納粹人,對不對? 你放心 如果真的有人衝耳中火的話 我一定會找到他出來 Yvonne 我老公,你等等,謝謝 謝謝,我不用客氣 Yvonne Yvonne 你好,Yvonne Vivienne,這麼巧? 是呀,約了黃山聊天 Simon Wong,午餐也喝XO那個嗎? Vivienne,你這麼好酒量 幫我照顧Chris 別說得我這麼差,好嗎? 不知道誰喝新酒,將來都頭痛 你這麼疼Chris 我做伴侶一定幫他多頂兩杯 不過要記住請吃飯 沒問題,最重要是你賞臉 三人很準時的 老婆,我們先進去,你今天等我回來 好,再見 她很漂亮吧? 她是Chris的律師樓的伴侶 有學識、有內涵,又有生活品味 我不是說那個女人 我不是說她的手鏈真的很漂亮 小女孩看不出你這麼識貨 她的手鏈整條都是用水晶和珍珠做的 一萬多元的,走吧 老婆 老公 怎麼樣?很累嗎? 不是 想不想換個專業按摩手幫你鬆一下 不用了,你做了整天的事都累了 不如做些中樓睡好嗎? 這麼值得,讓我買東西送給你 什麼? 看看就知道了 怎麼會是這條手鏈呢? 下午我叫你看著Vivian的手鏈的眼神 就知道你喜歡 謝謝老公 你浪費這麼多錢 就想證明你沒有猜錯嗎? 怎麼會浪費錢呢? 最重要是這條鏈就是襯得起你 來,我幫你戴 謝謝 你的嘴巴這麼厲害 其實不應該只做劉契 做執策就行了 說起大律師 你知道我今天見到誰嗎? Andy Leung 他怎麼會去香港和去英國的? 放假回來玩 他老婆生了一對孖子,很趣 以前你不是說Andy Leung的男人很兇嗎? 做爸爸之後,如今都變了 像個慈父一樣 老公 你是不是又想跟我說生寶寶的事? 我們結婚之前不是說了不生嗎? 你說了聽老婆說的 我怎麼會不聽你的話? 最重要是你喜歡,沒所謂 我先去洗澡 好 謝謝 先生,你肯定這堆黑黑的東西 會找到資料? 阿Man,你看看 這一張是Yvonne畫回來的貨場瓶片圖 而這東西就是在起火的源頭採回來 既然我們在現場 找不到中火的痕跡和證據 就希望它可以幫到我們 但這堆東西燒得這麼厲害 理論上什麼指毛、纖維和皮舌 都已經破壞了 這只是表面的看法 這東西最外面那層應該是膠 因為受熱溶化 所以就包住裡面所有的東西 你看看 果然有料到 什麼有料到? Tim Sir,我所有手上的東西已經做好了 有沒有其他東西要我幫忙? 你來得太遲了,這個尋寶遊戲完了 不過有件事要你幫忙 這個火機可能是兇徒用來中火的 還有可能兇徒中火的時候燙傷自己 所以連那個火機也等了 丁丁,你馬上拿那個火機給Tina驗一下 說不定找到兇徒的皮線 提取到他的DNA 好的 先生,在頭現在有心理病 獸醫檢查的時候 我不可以跟他說再見 要不然他有個很強烈被人遺棄的感覺 而且我每隔十分鐘要摸他的頭部 舒緩他的情緒 摸的時候還有必 是否知道,不要摸 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兩下 不要摸,不要摸 不要摸,再摸 阿頭,這傢伙這樣吞破法 我們又要做他那份 真的做到一隻狗這樣 他現在高了,請假有層次 又拿了狗的資料搜集 反而我們鞋骨的案件 就什麼都沒有了 西哥龍上案組 幫幫忙,我不可以不請假去陪賽頭 雖然是隻狗 畢竟是生病,對不對 Madam 剛剛有一間超級市場的經理打彎 他說曾經見過頭骨蟲景圖裡的死者 這麼大件事? 那不妨礙你了,Madam 麻煩你立刻幫我錢給他,再見 最新劇集《逆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